大家好,我是陆小虎 随着水滴轮抛头讲解即将进入尾声 我将开始拍摄实战讲解视频 那内容包括标点简介 做掉鱼种 装备搭配 肝、轮、线、竹、耳类选择 抛头方式以及控耳手法 这期将由我熟悉的热带雨林开始 那我身后的吊点是典型的雨林环境 四周长满着植物 你们大家可以看一看 所以对于做掉热带雨林来说 抛头它将会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以及难度在里面 那雨林它是天然的细水池 那路亚鱼种有孔雀炉 多曼、鲜鱼、魔果鱼、龙鱼等等 那做掉标点类型有导树 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我身后有导树 有树荫 那导树跟树荫主要做掉的那个鱼种 孔雀、多曼还有龙鱼 它们都会聚集在这样的标点区多 当我们在做掉树荫跟导树的时候 我们用的杆子的硬度相对比较高 因为当鱼给孔我们刺鱼了之后 我们必须要快速地把鱼从这些障碍里面给拔出来 在我手里用的是一支XH硬度的魅影 那轮子搭配的是一个左手巴素笔的Steez SV 上面用的是我专用的黑丝5号 前导线是10号前导 那连接结是圈扣收尾的FG结 然后使用的耳类主要是米诺水面铅笔 泼爬、铅头钩、贴板包铅鱼等等 那控耳手法以抽停跟跳为主 接下来将会简入一段雨林实战做掉的视频 供大家参考 Ou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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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